欢迎收看这一集的新闻最聚焦 我是你运祥 一位8岁女童遭到割喉死亡的社会案件 意外激发了台湾费死跟反费死的辩论 而就在节目播出的前一天 6月5号 6名死囚已经分别在台北、台中、台南跟高雄 中间所同步枪决 但在死刑声浪高涨的背后 我们更想与您一起讨论 台湾社会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数据显示短短的8年之内 台湾就发生了6起类似的随机杀人案 而且周期似乎是越来越短 很多人的答案是台湾社会生病了 不过面对悲剧接踵而至 部分舆论却倒向了死刑的存匪争议 但重点似乎应该是 未来台湾如何要面对 这个人心疏离下的社会问题 究竟要用激情还是理性思辨 我们和您一起在黑暗中反思 不断地抢救还是没办法挽回这个 很可惜 非常不好 没有抢救这个 谢谢 我们实在是没办法 敏着嘴强忍情绪 18小时抢救挽不回女童 看尽生死的荣总医师团队 摇头直呼太残忍 没有人能够接受一个女童的无辜生命 尽葬送在凶险随机挑选的杀意中 旷直的29岁公姓男子 29日下午翻过围墙 擅闯校园 对毫无抵抗能力的刘小妹妹 痛下杀手 事后甚至冷静报案 公称自己幻听 是什么原因 让龚崇安回到17年前毕业的母校 犯下害人听闻的歌喉案 家人遭媒体道歉 唯一线索却只有五年前的离群所居 自从他搬出去之后 他就不愿意跟我聊 他根本就不接家里电话 压根都想不到 之前有受过什么挫折跟你讲过吗 就没有啊 完全没有讲过啊 我也一直搞不清楚 留小妹妹不幸遇害的隔天 附近居民手捧一束束鲜花 自发前来 在大门紧闭的校徽上 串起纸盒祈福 用纸条寄托思念 许多家长紧握身旁小手 哽咽不舍 这是我唯一能做的 过来看看他 希望他能够当个更可爱的天使 然后也希望学校可以更重视 因为以后我的孩子 也许也是念这间学校 所以希望他也可以平安地长大 哀悼还来不及长大 就隐落的生命 女童的灵堂墙上 同样贴满各界祝福 但孩子上厕所一去不回 遇害女童的古真老师 自责自己是间接凶手 也痛诚社会生病了 现在是我们社会出问题了 我们的社会生病了 请人去研究一下 要怎么对这下药 把他们的心理疾病 然后把它除掉 女童离开的八天前 竹东桥下一名十四岁少女 横死多天 因一具口角 被妻人围殴轮暴 性侵焚尸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据重施暴的嫌犯当中 竟有年仅九岁及十一岁的少女 而且其人都来自破碎家庭 这样令人心痛的消息 就在割喉案后被淹没 残几何时 重大社会新闻事件 对台湾而言 竟是那么容易被遗忘 我们还来不及检讨 又可能要面对下一个凶残 而总是有人 要以同仇敌开的愤怒 率先高呼杀人偿命 一时之间处以斩力绝的急刑 仿佛成了对待割喉案的唯一解药 中华民国政府选在女童头七隔天 无预警枪决六名死刑犯 反倒激化民间意见 任其短兵相接 共同面对 你家长老师娘 这种人面对 什么面对啊 老书在最前一位 就是共同杀人 材人最前一位 共同杀人的一群人 台湾社会自从发生这件事以来 哪一家是安安心心的睡觉 哪一家没有掉眼泪 只因为立场不同 就是要妖魔化别人吗 这样就能解决问题吗 我们的愤怒是针对政府 我们可以理解民众的愤怒 所以我们的愤怒是针对政府 但是他们的愤怒却是针对我们 共同面对的声音 遭到稀释 废死与反废死 原本可以是场理性论辩 如今却沦为口水 苗博雅就批评 2010年以来 马政府拿死球的血 暖民调操弄民意 是在侮辱理性支持死刑的民众 死刑是个人责任 他到底要负多少责任的问题 他并不是一个解决犯罪问题的解方 那我们当然个人一定要为他的行为 做出负责 一定要为他的行为 忏悔跟赎罪 一定要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应该要把心力集中到 如何预防下一次的事件再发生 司法审判交给司法 那社会改革应该是大家一起要来努力 认为生病的台湾 应从最基本的社会工程做起 当我们开始证实问题 才会发现学校围理可以轻易加高 但人心的疏离总是最难 像这个围墙 其实谁都爬得过去 那你说社会变成像这个样子 怎么讲 要怪谁 中间年轻人这方面 他为什么心里这么不安 为什么给年轻人的压力 为什么那么大 那我就感觉政客 政客们不知道在想什么东西 这方面好像做得不够好 因为年轻人的压力实在太大了 就是真的 列管失业者再度标签化 对游荡在社会边缘的人来说 是推力还是阻力 要思考的是家庭 学校社会建构起的防护网 要如何支持才能免于孤立 被接阴影刚满一年 又面临校园割喉之痛 面对无差别杀人的惶惶不安 台湾各界都该以冷静取代激情 自我克制一起走过理性思辨的幽谷 司法有义务 惩处重刑犯 媒体有责任不要渲染 政府也应努力 让人人都有一席 立身之地 台商撤资来真的 两年就逃跑了五百亿 休息下下节新闻最聚焦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新闻最聚焦 大陆世界工厂的地位不在 台商外资从大陆撤资撤厂的情况 越演越烈 有台商私下保守估算 近两年从大陆撤出的资金 超过了五百亿元新台币 在东莞一带到处都是限制厂房 无人印的空地 就连围绕制造业的服务产业 也是逐渐萧条 东莞这个原本在中国出口排名第三大城的 珠三角城市 面临到的危机正是台商当前的困境缩影 是什么样的原因 使他们不得不选择另辟战场 或者干脆收起不做 我们带您聚焦探讨 办公用具堆满整个街道 任由日晒雨林 位于东莞Nokia厂房外 工人把办公桌直接当街摆卖 因为这些东西已经不再需要使用了 大大的微软招牌 依稀可见过往繁盛景况 如今却只剩下空荡荡的厂房 微软宣布关闭北京东莞工厂 全数返迁越南 日本西铁城集团 也就是星辰钟表 为广州的生产基地突然停工 日商Penasonic Toshiba全面撤出 这边港资厂区贴着厂房 出租的横幅贴了好久 但就是罚人问津 2014年底 台湾东莞新鸿鞋厂等十多家代工企业 纷纷破产 密集出现倒闭潮 空荡荡的街道 商家行人零零落落 一点也看不出 这个地方是过往号称 世界工厂的东莞街道 工厂搬迁已经成为东莞的新常态 美金一块 等于人民币五块钱的时候 大陆全部的出口结束 over 给民生了 给手 所以一把刀汇率 二把刀 这个劳工成本 基本工资的提升 三把刀 很无聊 这三把刀 搞死你台商 据官方统计东莞外资厂房 2014年管比高达428家 更有台商估计 2015年中国年后 东莞约有一半的台资企业 官场或转移 对比东莞高峰期间 超过5000家台资企业 现在只剩下 2到3000家 就看媒体报道 两年之内 从中国撤资的金额 高达500亿元 影响行业包括制鞋 家具 成衣 传统电子加工 大陆劳工薪资 以每年15%到20%的速度成长 平均3到4000人民币的工资 是东南亚地区的3到8倍 工资高还不达紧 企业额外缴交的 五险一金社会保险 从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到住房公基金 居然占工资比例 少则22% 多则将近50% 大陆的企业根本 他们都不理会这个五险一金 连中共官方都承认 大陆五险一金的费率 为北欧五国的三倍 东亚国家4.6倍 在181个国家中排行 另类第一 也因此衍生出 无数的劳资纠纷 更牵连守法的台资企业 5月13号 中共公安疑似介入台资 新全轮罢工案 9名工人代表被抓走 工厂强行出货 多名工人受伤 5月19号 东莞虎门镇 入资华高服装 百名员工担心资方 擅自重新注册登记 没有向劳工赔偿 群起抗议 却遭到大批警力镇压 大型罢工事件越演越烈 台商外企 在大陆投资设厂 无形成本高增 这个为什么会造成这些大企业经厂罢工的问题 因为他的一个无情意心一直在 九九几年开始订 然后2011年又重新再颁布 那现在又是新的一个规定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的我们的是员工 他没有办法去理解 在官方有意默许下 台商出口业做不下去 一者是干脆打包前厂东南亚 二者是拼产业升级转型 但专家就指出 台商有内部外部不利因素 包括人才断层结盘问题 既有制造加工思维改变困难 而外部遭遇露气迅速模仿 恶意人才挖角 红色产业供应链的崛起 让台商芒刺在背 确实是因为受过去的 英雄模式的影响 等到他想要做的时候 人家已经出来了 他现在都在批准 他自己的红色供应 这才是今天最大的原因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讲说 韩国跟他签FTA其实不严重 所以他是怕大陆本身的企业 来取代你 周低接代工技术遭低价抢单 台商即使投资升级 也只能赚得薄利 最后只好连同供应链厂商 一起撤住中国 多管街上石板印刷 货运业倒闭的公司难以计算 严重冲击当地的实体经济 美国这个统计 就是说一块钱的制造业产出 它会带动一块四的服务业 同样的嘛 如果你的产业出走了 它也会让你的服务业萧条 这个到底就是一样的嘛 你可以看出来 现在为什么大家都会看好 越南或看好印尼 或是比如看好沃利宾 所以因为如果说 大陆也移台商移 那这个移移出来之后 到那个地方的供应链才好 才有办法出来 中共寄出腾龙换鸟政策 扶植产业 但龙子里少了台商外商 这样的鸟 又如何进行整体产业升级 对照大陆新常态 对5% 6%的下行经济 不难看出两者之间的关系 也难怪大陆官媒频频消毒 国务院62号文突然出现转环 看来台商这只鸟 中共短时间内 还是会紧紧抓着不放 物联网新时代来临 台湾是否迎来无限机会 休息一下更精彩的新闻最绝交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新闻最聚焦 物联网这个用网路将万物相连的概念 将促使全球进入到一个全新世界 也是电脑崛起后的最大革命 今年台北国际电脑展的主题就是物联网 台湾有优秀的硬体制造技术 在物联网的生态系统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不过台湾究竟要如何利用既有的优势 在物联网起飞时走出自己的路 我们就带您从台北国际电脑展一探究竟 全球第二大 亚洲第一大 为期一星期的台北国际电脑展刚落幕 有来自21个国家 超过1700家自动训厂商 展出了最新产品和技术应用 吸引超过10万国内外买家 数十家国际IPO及创投业者 前来寻求商机 就是这个字 Internet of Things 物联网 超过三分之一的展位都与它有关 让自动训业者早就看见了商机 也是电脑展每场论坛里 业界自身讲师赋予听众 不同想象空间的关键字 组成物联网的关键三要素 是装置 连接和云端 分别负责搜集 解读 以及储存分析 从装置上收集到的数据 应用层面宏为皆致 从工厂厂房的安全监控 居家空气品质监测 甚至是泡一杯咖啡 都可以成为物联网的一部分 产生大数据 比方说我们现在喝的咖啡 是蓝色的 它这里马上它就可以 感测到这个咖啡家长的颜色 就像这样子 除了手机和电脑 还有为数惊人的物品 都会被迁入电子晶片连上网 用思雨开灯 还可以在手机上 调整灯的亮度颜色 台湾网通晶片大厂瑞宇 开发出微型模组 可以为各种家用产品 做客制化 成为亚洲第一家 完整支援 Apple HomeKit 晶片商 IC设计龙头联发科 也偷偷针对智慧家电的Wi-Fi功能晶片 以及穿戴装置及物联网开发者平台 有了中端装置 还必须有一个连结云端的中继站 串联家中或城市里的联网装置 例如透过网路摄影机 在平板上就可以360度无死角 监看室内情况 那其实我们三年前的时候 就已经做一个转型 变成软硬的整合 那第二个阶段其实就是提供 我们客户软体的去做应用 那最上面是帮客户做云端的带微云 看似复杂抽象的物联网生态链 在台湾分工似乎已经清晰可见 从底层的半导体感测器业者 如台积电 大力光 联发科 创系 中间的电信业者和系统整合商 由远传 中华电信 研华 到最上层的大数据分析 如广达Gintech 不过究竟要如何整合这条产业链 从而真的带来巨大的附加价值 或许产业界都还在思考 尤其是在台湾里 你喜欢说的所谓的 新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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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词 我认为只在台湾使用这个价值 但我喜欢它 新的价值 以台湾和台湾公司的价值 我认为物联网的产业 我认为它应该还有40年的光景 所以这个产业事实上才刚开始 很多观念都还在摸索 很多技术也需要逐步的完善 所以我认为现在只是一个开始 随着欧美半导体大厂接连并购 布局物联网 市调公司Gartner预测 2020年物联网渴望创造 1.9兆美元的经济价值 这个市场庞大的不容忽视 尽管物联网在搜寻引擎上 始终名列热门关键字 但在现实生活中 仍是个抽象的名词 相关技术要成熟 还有一段长路要走 而该怎么走 还需要台湾积极地思考 新生代歌手徐佳寅出道7年 歌唱节目出身 擁有丰佩的创作能量 今年是一举入围了金曲奖六项大奖 要跟张学友 陈奕迅 莫文蔚等歌坛前辈 交出最佳专辑大奖 7分最聚焦 我们要带您深入来了解 这位拥有巨蛋机票房的 30岁世代新女商 徐佳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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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今年金曲奖最突出的 新生代歌手代表 徐佳寅 是不管在编曲 词曲 演唱上面 对于徐佳寅来讲的话 是过去一个蛮大的大跃境 我心驾白白啊 走三观 我该让所有 贵的困难 融合歌仔戏元素 徐佳寅自创的歌曲 《心驾白白》 灵活运用国语与台语 将歌仔戏的丰沛情感 配上流行音乐曲风 让星光大道的评审 耳目一新 拿下满分 二十五分 二十五分满分 谢谢 克服紧张情绪 徐佳寅在每次的比赛中 力求自我突破 我真的是每一次要表比赛前 我都抱着一种肩 可能就要结束的心态 然后结果居然一直挂去 我觉得真的是一场休息 2008年徐佳寅以自创词曲作品 夺得超级星光大道冠军 选你出道 隔年更以首张创作专辑 拿下金曲新人奖 谢谢大家 你的过关感言是 很开心 我的鸡排店有望了 因为他拿到三百万 他居然要去开鸡排摊啊 名字叫做 超级星光大道之想击沉 而且我那主题歌都想好了 主题歌 想好了 到时候是红遍台湾西岸的鸡排歌 怎么唱 叫做 星光大道像鸡排 不知你就被淘汰 老说拿到奖金 就要开鸡排店的女孩 许佳寅来自台中 练了七年的护理 考上执照 却练练不忘自己的音乐梦 就叫他选择北上 白天去月子中心上班 晚上弹吉他 写歌 跟家人约定好半年的时间 始建梦想 在好友的建议下 徐佳寅选择 邦尼超级星光大道 我又没有要当歌手 歌手 对 我不是 我不会觉得我一定要表演 一定要唱自己的歌 我只是很想要写 写歌 嗯 但是太多人 要我来参加星光大道了 是 然后我就想说 好吧 就参加看看 因为那时候 来台北上住了三个月 也都没有 没有什么其他的机会 嗯 就姑且一试 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 只是当有一个人看海 回头去发现 你不再留下我 我迂回的徘徊 擁有丰沛的创作能量 徐佳寅从小就跟着哥哥姐姐听流行音乐 像是小虎队死打天王 哥哥拿起吉他弹和弦 徐佳寅就随口哼出另一段旋律 会开始慢慢发现说 音乐这件事情 和弦跟主旋律 可能又像积木一样 是可以拼凑的 是 是可以随着自己的 心情去改变的 你敢不敢 承认我爱上你的话 你敢不敢 说分我像爱我一样 八字内心的坚决 我的极限就到这里 就算永远不能痊愈 太害怕安静 所以习惯自言自语 一首首经典歌曲 徐佳寅一首包办词曲创作 但这次专辑的主打歌 许能启示 又谎建为谱曲 哈许填词 这是徐佳寅第一次 在专辑中收录不是自己做的曲 我就说 哈许我这边有一首歌 我想要心里试试看 帮我写词 然后他就叫我 给他一个方向 是 我是说 这个方向可能就是 不管在哪里都要找到你 或者是 不管你再对自己 都没自信 都要相信有人在找你 而另一首主打歌 disco曲风的不安小姐 则是找来陈三菱填词 专辑记者会上 天后蔡依林特抵站台 拉拉单纯又帅直的个性 总能为记者会带来丁的笑料 也许 他瘦很多耶 对 你知道我觉得歌手 就是要有一个 一个 监视的个性 你知道吗 就是我就是要瘦 对 但其实我比这里 胖了两公斤 没关系不用讲 大家看得出来 我刚才去场面画 你何必再去点 刚刚那一秒就过了 你还特别有讲 大家又再看一下 也真的不一样 你何必呢 今年三月许佳寅站上小巨蛋 各自娇小的她 展现唱功 也以一身和服抖了全场 成功驾驭这个舞台 居之可爱又逗趣 拉拉创作的旋律 总人唱入星坎里 千两嗓音不论创作 或表演都已经获得 续长的肯定 徐佳寅这位三十岁 是一代新女生 正在用自己的速度 推变为新一代台湾歌坛 亮眼的星星 请让我永远离 失去我时间 在你留位之前 感谢您收看 这周的新闻最聚焦 我是林玉祥 我们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